人生就像一个盲盒 没打开盒子之前万物未知 当你打开盒子 万物皆可 这不是一个传统的综艺 他们需要面对反转离奇 爆笑刺激的剧情故事 这是一个人的剧情冒险 剧情的走向只在一面一间 这也是个开放世界的逃人游戏 没人知道 下一条到来的是惊喜 还是意外 这是为他们私人定制的喜剧疗异之旅 直面人生困惑 回应心底诀问 从不同的路口探索 在同一个出口探索一生 我是黄磊 欢迎来到盒子时间 哈喽各位优酷的网友们 最近黄博张艺兴王迅 重新录制新节目 盒子里的猫的消息 火热刷屏 更有陈鹤 周琪 郑凯 古比的路透片段 频频登上热搜 关于这到底是个什么样的节目 大家的讨论五花八门 脑洞大开 酷酷子知道大家很急 这不 立马带着录制首日的独家看班花絮来了 你觉得这是个什么样的节目 既然猫不知道 这一帮坏孩子 在一块做厨房 优势呢 就是他们结了盟 这个烈势呢 就是他们结了盟 结盟 非常不可信的一些行为 组了一个叫蒙PC 对 我们就是蒙PC组合 还挺蒙的 还没反应过来 还真是没了解过这个节目它会是什么样的 它的内容是什么样的 它会变成什么样 我也不知道 我感觉我应该会被保护吧 就是应该吧 各位也好像什么都说了 又好像什么都没说 不如我们去听听正在路上的伯哥和一星怎么看 哎呀 哦 我疯了 好啊 这里 你现在五天天练吗 那当然要练 每天都练吗 必须的 突然那么 别人突然call out你的时候 你就得笑 我是最近这二三十年 基本上只有别人call我的时候 突然想起来 哎 哎 你们听说很厉害吗 好 好 你听说 今天 你这儿应该是个什么 爽 我没啥想玩的 今天我自己我说就算了 我说你来了 哎 我说你都能这样 哎 主要是跟你在一起 就很兴致我摸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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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哥画得挺抽象的 许哥没那么抽象的问题 因为他没有能力能再画别的句儿了 既然猫有了 嘉宾有了 那盒子呢 不要慌 酷骨子马上为大家揭秘 我担任的角色是 王小迅同学和郑小凯同学 还有陈小鹤同学的 确实代入感挺巧 就是 挺吓人的说实话 哎呦 哎呦可以 好了 酷骨子不能再说了 黄老师已经拿着大喇叭 满世界捉打我了 我们正片见 关于盒子里的世界 大家都有着不同的猜想 有的人天马行空 滔滔不绝 其实有三个视角 一个视角是在师傅那边的视角 然后演员在里面演 我们是作为体验者来体验的 而且你看啊 他不是说世界吗 世界他还要有经济体系 有人乐观积极 充满期待 应该都是一些狂拽酷炫的一种样子 出现在人面前 构建成的这个盒子当中的东西 对于我们来说就是盲盒 其实我们到这儿了 有意外的 惊喜的 甚至于说可能惊恐的一些东西 我觉得都是合情合理的 所以说 他一定是比较有趣 比较 难以琢磨的那种感觉 也有人 你们将获得一个新的角色身份 以及九条游戏生命 是个吓人的节目 我没事 我过会下车我就回去了 想知道盒子里到底有什么吗 锁定优酷 持续爆料钟